周二凌晨,普超继续第11轮的对决,其中甘马蕾斯主赢法玛丽卡奥M直播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。 甘马蕾斯过去几个赛季都是普超中上游球队,本赛季崇尚1比0主义的他们四次以这个比分胜出。 尽管军场入一球是0.8球稍显平庸,但经济实惠的战术让甘马蕾斯胜率达到5成。 目前不少普超球队都需要踢杯赛,甘马蕾斯也不例外,不过即使双线作战也没有影响球队完美的发挥,他们隔向赛事保持了三连胜,并且也连续多仗不败,最近二场更是狂入三球大展雄风,其中N、赞维亚等球员也纷纷开斋。 此番面对客战能力较弱的法玛丽卡奥、甘马蕾斯主场连胜在即。 阵容方面,中场泰亚高施华因累计黄牌被停赛,后卫班努加斯伯等人商缺。 法玛丽卡奥本赛季进入状态较慢,前七轮仅赢一场,而且期间有六仗十百果,直到最近三轮才再次收获胜利。 虽然近三轮对手除了费力拿外均具备一定实力,球队进攻端也已经打开局面,但法玛丽卡奥金仗发挥依然让人信赖。 毕竟他们联赛至今五场客战输足四场并且一胜难求,纵使主场接连尝到胜利果实,不善客战的阴霾仍然笼罩在法玛丽卡奥头上。 金铺面对过往两次交锋均战胜几队的甘马蕾斯,法玛丽卡奥必然杀鱼而归。 阵容方面,后卫马田、阿古利加比利亚等人缺阵。